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里 记载着摩西怎样接受了上帝的差遣 带领一帮为了脱离劳博生活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他们经过了一共四十年的抗野旅程 才入到加南这块应许之地 在这段抗野的生活 除了在肉体上有需要之外 在灵性上更加有需要 即是指他们与上帝的关系 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一至二节 上帝就这样晓语摩西话 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 接着在八至九节还这样说 又当为我做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扬式 在整卷圣经里面 总共有十五章的经文 都是描写会莫的建造 可见会莫的建造是多么重要呢 会莫的建造有三个主要目的 对于我们现在的祈祷敬拜生活 会带来重大的启示的 都会和他的子民同在 带领着他们的人生旅程 人生旅程本来就是孤单的 有时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好像都经历不到耶稣所说的 我就尝与你们同在的真实感受 但是要知道 祷告并不是只是跟上帝对话 而是要跟他亲密同行 去经历他的同在 第二 回幕是让上帝与子民相会 以色列人在抗疫的回幕 敬拜上帝 向上帝认罪吐告 和上帝相会这种经历 是非常之薄贵的 如今我们不用靠回幕和上帝相会 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虽然我们每日的生活都忙忙碌碌 没有空间和上帝相会 但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内心 成为回幕 经历上帝的同在 是宝贵的 是需要的 第三 回幕是宣告上帝 向子民发出训令的地方 上帝要摩西在回幕中 向子民传达一切的事 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单止是求自己的心愿 也都是藉着祷告 聆听上帝的声音 尋求上帝的心意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慈悦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 虽然会遇到困苦 孤单 甚至敌人的攻击 或者受到各种的挑战 你都会为我们预备心灵的回幕 让我们随时与你相会 可以向你祷告 亦都可以聆听到你的安慰和指引 天父啊 你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不需要人手所做的回幕 你向你祷告 正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七至十节的经文说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领 我往哪里途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哪里 我若在阴间下塔 你也在哪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哪里 你的手必引动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天父啊 求你使我们心里面的圣索 随时向你开放 使我们能够借着祷告 经历你的同在 与你亲密相会 从而得到智慧和信心 去完成人生旅程 和你所托付的使命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热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 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的事项 传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慈福看顾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